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小莫 莫少,萧熟 第180集 总而言之,车子上的氛围很是尴尬 好在最后的时候,几个人顺利到了KTV 既然已经在KTV里等候多时了 看得出来她心情很好 只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罢了 既然看见宋冉来了以后异常兴奋 然后走上前去,拉了一下宋冉的胳膊 笑了笑 宋冉,来来来,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会来了呢 宋冉其实听见既然这句话是有些尴尬的 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自己究竟是应该来还是不应该来 只是好在既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几个人顺利地入了座 这个包厢几乎是承包了一个剧组的人 很大也很杂乱 去KTV和一群自己不太熟的朋友唱歌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和我不太熟 我跟你也不太熟 但你唱歌时 就算是再不好听我也会捧场 其实有些无聊 既然可能也是察觉出来 尤其是在蒋平安不停点歌 然后上去唱歌时 既然突然间提出要玩一个游戏 大家也有些无聊 基本上都点头答应了 既然笑了笑 看了也没说话的宋冉 基本上只要宋冉答应 齐军跟墨迁行 也不愁不会答应 怎么样宋冉 你也来一起玩吧 宋冉刚要拒绝 另外一个工作人员笑了笑 玩吧 就是真情话大冒险 实在不行啊 喝酒就可以了 我们大家也不会提太刁赞的问题 你放心 大家都已经这么说了 宋冉还能说些什么 只能尴尬不识礼貌地笑了笑 然后点点头 表示自己同意了 一旁的梁清白笑了笑 然后开口说 你们玩吧 我对这种游戏不太感冒 众人本来想要多说些什么 但是碍于梁清白的身份 还有梁清白平时的人脉 大家也都不好再多说 只是他们都没注意到 梁清白的眼神 一直关注在 作为一个走音的麦坝身上 这一边 瓶子不停地转动 大家之间的氛围也越来越好 宋冉也逐渐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KTV里面 玩真心话大冒险 确实是很有氛围的一件事 像是现在 不知道是被抽到了谁 打不上来 大家就让他开始喝酒 喝酒啊 喝酒 宋冉也跟着弯了弯自己的眉眼 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这时 谁都没有注意到 济然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恶毒 然后整个人笑得异常奸诈 也没有人注意到 济然偷偷在一杯酒里 撒了一点白色的粉末 然后把这杯酒 推到了宋冉的面前 因为桌子本身不算太大 所以济然做出这些事 也不算特别明显 宋冉也没有注意到 这时 瓶子突然转到宋冉的面前 众人意识之间开始起哄 派出一个代表出面来提问题 这代表想了很久 也没想出一个好的问题 这时 济然大声说 我来我来 提问 宋小姐第一次幸福生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宋冉皱了皱眉头 这问题 很显然跟刚才的问题 都不一样 刚才的都是些 很温和的问题 这么劲爆 又让人觉得不好意思的问题 根本就没提出来过 她一时之间都没说话 人群之中 不知是谁在起哄 喝酒喝酒喝酒 宋冉 我们说好的规矩 答不上来是要喝酒的 宋冉也知道 这是规矩 刚才有很多人 都已经喝了酒 有的人 甚至已经喝了很多杯了 宋冉皱了皱眉 然后点点头 干脆利落地 端起桌子上的酒 喝了起来 但宋冉却没看见 既然神情之中 一闪而过的狡猾神色 游戏还在继续 但宋冉却觉得 有些力不从心起来 是刚才那杯酒的问题吗 为什么自己现在 总有些身体发烧的感觉 而且如果宋冉没觉得错的话 她总想抱住一旁的摩前行 宋冉皱了皱眉头 努力让自己的神智清醒过来 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是疯了吗 她低声对墨前行说 我想出去一下 墨前行不宜有她 点了点头 让了一个位置 让她出去 只是 他们都没看见的事 不知在什么时候 既然也跟着不见了 宋冉出去之后 越发地觉得 自己的情绪 有些不大对劲 身体彻夜未眠 有些太热了一些 自己的酒量虽不算太好 但是也没到现在的地步 就在宋冉刚往自己脸上 泼一点水时 既然踏步走了进来 装模作样地 给自己脸上打了一点粉 然后笑了笑 哎呦 你这酒量还真是差劲啊 宋冉皱唇 没有搭枪 以后想在这圈子混下去啊 很多事你都需要经历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谢谢提醒 宋冉话语里 让人听不出好坏 带了一点傲慢的味道 既然猛地把自己粉饼合上 然后看了一眼宋冉 你现在能这么傲气地 跟我说话 不过是因为 你背后有默契行 你以为你凭什么这么傲气 我现在谁也不靠 靠的不过是我自己 合同是我凭真本事签的 跟默契行没有关系 她是个商人 没投资过娱乐圈 所以她帮不上我什么忙 麻烦你说话的时候 注意点好吗 既然撇了撇自己的嘴 俨然是没把宋冉的话 放到自己心里 她把自己的粉饼收起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